休士顿中领馆21号晚上遭遇状况 休士顿警方表示 这种状况是因为连夜焚烧机密文件所导致 请来相继报道 休士顿中领馆21号晚间遭遇火灾 当地警方表示 这场火灾竟是因为连夜焚烧机密文件所导致 就在晚间8点20分左右 警局接到民众报案电话 指出看到有人在领馆院子内焚烧机密文件 当消防队到场后 却被领馆人员阻挡在外 根据警方说法表示 由于领馆即将被赶出大楼 因此才连夜焚烧机密文件 美国政府于本星期命令 要将休士顿中领馆关闭 中方指出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政治挑衅 据悉中领馆将于7月24日下午早早驱逐